那么有一首快智人口的小诗是这样讲的 叫做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那么这首诗在历史上是流传很广 他是宋代的一位高人 那么现在他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 一个最著名的诗歌之一 那么春来百花香 秋来月色美 夏天凉风爽 冬日瑞雪飞 一年四季都有看不完的良辰美景 赏不完的良辰风花雪月 但是这首诗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这首诗的关键在于 若无闲事挂心头 如果我们的心头有了杂事 我们就被这个杂事给蒙住了 那么这时候再好的良辰美景 对我们都没意思了 所以古人就讲说月色如此 劳身扰扰啊 对质者有几人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 虽然美好的这种景色 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话 但是我们匆匆忙忙 在这个世界上都在奔走 都在追逐 那么能够感受到景色美妙的 那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闲事 是吧 有杂事 有欲望 把我们的心头给遮蔽了 给蒙蔽了 所以我们就难以发现 这个人间的好世界 感谢观看